英国sky news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现场连线 话讲到一半却被爆炸声吓到抖了一下 亲身感受在战火下的处境 随后又有网友拍下疑似俄军飞弹低空掠过 由于德国和美国承诺将提供重型战车给乌克兰 俄罗斯随后锁定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发动一波猛烈空袭 数十枚飞弹射出造成十一人身亡 多人受伤并损坏三十五座建筑 基辅更当街冒出大火 民众无奈表示天天被空袭警报轰炸 已经快要失聪 基辅民众更形成条件反射 一听到警报响起就立刻狂奔进地铁避难 各车站约台也早已成为防空洞 但俄军一系列报复空袭并没有下退西方国家 进美国德国之后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 也宣布会向乌克兰捐赠四架 德国制的主战坦克 持续在寒冬之际为乌克兰反攻 提供强大火力 小新闻 尤海郡报导 听到enin登场 他们误尔 us à尼克兰反攻